内地再多80宗本地确诊 以及21宗本地无症状感染个案 在这一轮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单日有过8宗感染个案 住北京记者黄秦汉报导 江苏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450宗 其中重症患者14名,两人矮中 南京六口机场首批6名感染者出院 将会再进行14天的隔离治疗 当地准备了270张床位 用于确诊患者出院隔离 北京的防疫措施再度加纳 全部高风险地区人士入京 需要集中隔离14日和7日的自我观察 而中风险地区入京人士 则需要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 和7日的自我观察 而有病例发生的院士全部人员 入京之后都要进行14日的健康监测 旗牌室等娱乐场所关闭 文化和旅游场所限流六成 并需要提前预约 取消8月举办的全部大型会展活动 教育部就表示 各省市自行安排秋季开学时间 中高风险地区需要集闻开学 国家卫健委重申 现有防疫措施 对Delta变种病毒仍然有效 现有疫苗仍具有保护作用 星期四新增的80宗本地个案之中 有61宗来自江苏 占超过四分三 其中扬州报告58宗 是个案最多的城市 湖南再多9宗 其中张家界6宗 当地将两个地区上调为高风险地区 目前全国有高风险地区7个 中风险地区185个 有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黄秦汉报道 是否有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黄秦汉报道 是否有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黄秦汉报道 是否有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黄秦汉报道